今天的莫里尼奥,的确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福,周日凌晨,英朝联赛继续进行,莫里尼奥所在的曼联,与牛卡斯尔展开了较量。 在经历了近期的低迷状态之后,曼联上下也是希望可以尽快走出低谷,而身为主帅的莫里尼奥,也是希望可以进行扭转局面。 与赛前简单而壮重的新闻发布会所不同的是,莫里尼奥在今天的比赛之前,还是显得非常轻松,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是莫里尼奥的抢颜欢笑,但我们细想起来也并非毫无道理。 其一,牛卡斯尔本赛季还没有取得过一场胜利,曼联方面是应该充满自信。 其二,莫里尼奥在于贝尼特斯的交锋之中一直不处于下锋,他本人也应该充满自信。 不过,好景不长,在比赛进行了几分钟之后,曼联的防线就犯下了重大的错误,牛卡斯尔方面抓住了机会完成了破门。 零到一,风雨飘摇之中的曼联再次处在了落后状态。 在丢球之后,莫里尼奥显得非常愤怒,他张手示意自己的球员应该出现在自己的防守位置上。 只是,我们并不知道莫里尼奥的这次愤怒是指向谁的。 我们唯一清楚的事情是,莫里尼奥的这次愤怒,并没有换来好的结果。 仅仅几分钟之后,曼联的防线再次犯下错误。 牛卡斯尔的日本球员武藤家记抓住机会,帮助球队再下一票。 零到二,主场作战的曼联已经以二球的劣势落后于对方。 此时此刻,莫里尼奥在场边,显得愈发愤怒了,他再次张开了手臂,示意球员应该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上。 只不过,一个从微笑到愤怒,只需要十几分钟的主帅,真的还能够掌控这一切吗?